大家好 现在我有个任务 我希望把这个名字里面有姓0的 把它筛选出来 那既然到这里呢 我就先做一件事情好了 常用标签的条件式格式设定 醒目提示 待会各位不用做这个了 包含下列文字 我打个0就好了 好 有0就是这三个人 对不对 那我们先看一般筛选 选起来 筛选的时候呢 其实不需要选那么多了 筛选只要选难会叫了 选起来也没有错 那找什么呢 姓名等于0的 那怎么做 在文字筛选的地方 用什么 等于第一个字是0的 对不对 后面的随便叫做这个 瞄一下 在筛选的时候 一个问号就一个字元 如果信号就表示什么 连续字串 问号跟信号 那前面姓名后面亲在 所以按确定就出来了 哦 是这样 来 我们取消一下筛选 这是前面 来 点这个漏斗筛选清楚哦 这是我们前面教你的方法 接下来 我们要教你进阶筛选的方法 来 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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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筛选的方法先拿掉 我要教你进阶哦 哦 进阶的时候怎么做哦 来 你必须第一件事情把资料范围给他 就这一堆 接下来呢 准则 我要找姓名的 那找姓名怎么给他 请你放在旁边 Ctrl 11复制 接下来要什么 姓名的怎么给他 你要把条件打在这里 栏位在这里 准则要打在这里 开始打0 姓名的后面什么 随便 有咯 当你有了资料范围也有了这个准则 这时候才能够进到进阶 好 我点进阶哦 当我点进阶的时候呢 来 他给你要这个 你看一下 他给你要第一个叫做资料范围 你看见吗 资料范围就是左边这一大块啦 那准则范围呢 就是这个 栏位跟条件 栏位叫做姓名 准则是这个 哦 那等一下预设时会在原有的范围哦 原有的范围就把三个红色变成1 2 3 那你也可以放到旁边去哦 将筛选的结果复制到其他地方 将筛选结果复制到其他地方 如果这里点这个以后呢 这里它就会亮了 因为是原地嘛 就不用了 当你点了这一颗它就会亮咯 他会问你 你要放哪里 好 我就点这个哦 第一个 要选起来 资料范围是这一堆 老师刚不是有了吗 我跟你报告一下 因为这个档案以前我做过 否则它不在范围的 你看懂吗 第二个准则范围呢 我就点这两格 然后呢 接下来点 你要放在哪里呢 就叫它复制到 我们都使用这个箭头给你设定 请你放哪里 我从这里开始放好了 从这一格 这一格我点 你点哪一个就哪一个 按确定 所以就把这三个资料 哦 姓林的找出来了 来 我后围一下 把它刪除掉 我再做一次哦 复制一下格式 把它刷过去 你看一下哦 做这个进阶筛选要做一件事情 第一个 资料范围要给他 第二件事情要准则 来姓名 要怎么给他 你要自己导 我有人帮你准备 我这个需求是这样 好 这时候要进进阶筛选 再一次 一 给我资料范围 回去 二 准则范围点一下姓名等姓林的 三 我希望放到别的地方去 点这个 复制到其他地方 好 点这里告诉我 我等一下从这里开始放 这一个 你指定就好了 确定 最好这要筛选过来 来 请各位练习一下 进阶筛选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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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